吃好健康 才有甘味人生 老爺 明天知道要吃菜喔 我不要 我要吃肥肉 吃好胖胖 夾好腿腿 你是在說啥 阿公在煮驚 阿嬤在煮菜 兩個小伙子都發鍋 都發鍋 都發鍋 你看你的身體檢查報告 醫生說你要控制飲食阿 你看看你的大肚子都會打鍋了 那你告訴我 到底該怎麼吃才好阿 你喔 就要遵守 國民飲食主標的每日飲食主難阿 要依照六大類食物去吃 蛤 那是什麼 唉呦 連這個都不知道 六大類食物就是 全骨根莖類 鬥魚肉蛋類 低脂乳品類 蔬菜類 水果類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喔 喔 原來如此 那我就吃我喜歡吃的就好了 賣湯啦 均衡飲食是很重要的耶 不能夠量也不能快吃喔 那我應該吃哪些東西 吃多少分量呢 聽好想吃喔 每日飲食主難有時候 我們每天應該要出 全骨根莖類 一碗半到四碗 蔬菜類 三到五碟 水果類 兩到四分 鬥魚肉蛋類 三到八分 低脂乳品類 一杯半到兩杯 油豬 三到七茶醋 煎果種子類 一分 水呢要喝六到八杯 這樣喔 才能夠達到均衡飲食啦 簡單來說喔 就是 少鹽粉 低脂黃 不油炸 像鹹豬肉啊 跟泡麵啊 滷肥肉啊 薯條啊 那種喔 都要少少的出 還有加工薯品 像火鍋料 放蜜餞 也要少出 還有啦 不可以喝酒 還要多喝水 好啦好啦 我知道了 那我每天都可以喝牛奶嗎 欸 可以是可以啦 要不說 每天喔 不可以超過五百毫升的低脂鮮乳喔 以免蛋白質吸收過量 哎呀 這個健康飲食 還真是一門大學問耶 看來 我該好好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了 知道耶 就要做比較厚 不要都一支嘴 為今天開始喔 我都不會煮肥肉喔 好啦 吃出我們的健康 這是我們的崗位人生 我們來不來 我們來看見